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孩子洗澡要拍照打卡 幼儿园通知吓坏家长 专骗老人 天价保健品一针五万九 虚假宣传让患者多活十年 他们主要筛选 经济条件好的 长期跟子女不在一起居住的 反握第一时间 拥有美好一天 这里是辽宁卫视正在为您直播的早间新闻节目第一时间 我是彭博 大家早上好 我是方亮 今天是2019年的5月26号 星期日 农历4月22 再过几个小时 2019迎口霸鱼圈国际马拉松赛 就将在霸鱼圈世纪广场名枪开赛了 说到了霸马赛道风光不得不提 因为这沿线的景致可是备受选手们的称赞 甚至可以用最美来形容 选手们一路跑来山海林泉 滨海风光尽收眼底 风光无限 动能无限 今年是迎口霸鱼圈国际马拉松赛事升级为金牌赛事的第二年 赛道的美景满足你对山海马拉松的向往 山 海 林 泉是霸鱼圈的四大景观 在42公里的赛道设置上也不能缺席 万余名马拉松爱好者共同奔跑在渤海之滨 感受渤海明珠霸鱼圈的独特魅力 山海广场是霸马线路的重要节点之一 是霸鱼圈的黄金旅游带 也被誉为霸鱼圈的城市会客厅 无论是本地游客还是外地游客 对我身后的景观台和霸鱼公主的雕像都非常的熟悉 所以在本次霸马当中 有一段环形的赛道是专门针对山海广场设立的 在整条线路当中 离海最近的一段线路也是从山海广场开始的 看海景吹海风 霸马的独特风光给赛道增加了几分休闲与惬意 马拉松赛选择在赛道上极具特色 成为打造城市形象的另一个窗口和名片 整个赛道穿越了山海湖林泉 是霸鱼圈的整个景色尽收眼底 展现了霸鱼圈优美的一个自然风光和人们风光 奔跑在霸马赛道上 不仅可以感受渤海制成的海滨风光 还可以感受浓浓的孝辞文化 这里是霸鱼圈著名的望儿山脚下 也是霸马线路的唯一一处山 我身后就是望儿山的母亲湖广场 是霸马出发点的25公里处 在比赛当天 在这个广场上还会有一支800名志愿者组成的舞蹈队伍 进行激情飞扬的散操表演 积极地践行这个志愿服务精神 也就是奉献友爱互助进步 我愿学生通过设计编排这个广场表演的这种舞蹈 来为我们爸妈天才助力加油 像跑步这种健康的运动 非常有利于身心健康 我们也提倡大家多进行参与 但是有一些运动它很具有欺骗性 大家觉得挺酷的就跟风玩上了 但是其实它是很具有危险性 而且会违法的运动 日前在江西辅州广昌县 有几名青少年就骑着非法改装的摩托车 在街头飙车 他们还把视频发到了网络直播平台上 那么这些视频在网上传播开来以后呢 引起了警方的注意 这些发布在直播平台上的视频显示 这些少年骑着摩托车在街上狂奔 其中一段视频里 一辆车上坐了四个人 都没有戴安全头盔 摩托车声音咆哮 车速极快 做出各种危险动作 从这个视频来分析 确实是发生在我们县城 而且严重超远 坐了三四个人 超速通过县长看 应该都属于未成年人 接下来我们要通过我们的技术手段 来找到他们 交警经过调查后 逐一找到了这些少年 发现他们都不满16岁 其中几个还是某中学的在校学生 他们驾驶的摩托车经过非法改装 被称为鬼火 当时发这个视频就看完 就是好玩的 然后感觉发到快乐上很炫 有很多人点击的话感觉很有面 民警将摩托车暂扣 并通知家长前来接受处理 而在福州广昌县交警大队的停车场里 类似这样的鬼火摩托车有40多辆 他们因外形炫酷 很受一些青少年追捧 但面临的违法问题却是 无牌 无证 超速 超原 噪音大 特别容易引发交通事故 民警发现驾驶他们的 大多都是留守儿童 我们在严厉查处这些鬼火摩托车的同时 也积极地跟这些青少年的家长 以及学校保持良好的联系 希望我们一起来教育好这些青少年 更好的一直这些鬼火摩托车上道路上行驶 您看这飙车多危险的 要说改装车价格也不便宜 那这些孩子 尤其是留守儿童是从哪来的钱呢 当家长的真的要反思一下了 我们说到了不省心的孩子 那5月22号下午在贵州的六盘水高新区 双龙社区也出了这么一个不省心的孩子 这个8岁大的男孩 脖子竟然被U型锁锁在了插车上了 不能动弹 情况紧急 所以赶紧找来了消防员叔叔去救他 救援人员赶到现场了解到 被卡的小男孩今年大约8岁 当天放学回家途中看到插车上有U型锁 好奇的他便拿来套在脖子上玩 结果把自己锁在插车上了 本来锁是带有钥匙的 可小男孩开锁时 因为慌乱又把钥匙给弄断了 救援人员查看情况后 决定使用绝缘剪实施救援 他们一边给孩子做好安全保护 一边安抚孩子的情绪 之后才使用绝缘剪 对U型锁实施破拆 经过三分钟的救援 U型锁被剪断 被困小男孩被成功救出 经检查小男孩并无大碍 眼下上班打卡 健身打卡 紧点打卡 反正在我们生活当中 打卡这个动作几乎是非常流行的 不过最近广州一家幼儿园 竟然提出了一个很特别的要求 就是洗澡也要拍照打卡 广州增城区张女士的孩子 目前在增江新兴幼儿园读书 5月22号晚上 孩子的老师在家长圈里 发出了一条通知 让张女士很纳闷 请家长在家指导孩子 晚上自己洗澡 并为宝贝拍照打卡登记 幼儿园针对不同年级的小朋友 会有不同的礼仪打卡安排 之前也有让小朋友 自己刷牙吃饭拍照打卡 张女士觉得 这些打卡都没有什么问题 但是这次出了洗澡打卡 让她无法接受 对男孩子来说 可能稍微还好一点 对女孩子来说的话 小孩子的想法就是 洗澡是可以给别人拍照 然后洗澡也是可以 可以给人拍照的 那么这种教育 是不是错当 不可以 为什么 那绝对不可以 那小孩子你不管他大小 你得保护好他的隐私的嘛 肯定是不能接受这样子的 那你洗澡你是没穿衣服的嘛 是不是 礼仪品格的这个特色 是我们的这个一个课程之一 主要就是培养孩子 养成一个良好的习惯 包括生活习惯 我们是一切都是遵循孩子的这个 家长的一个自由的情况下 去开展这个活动 如果这个家长对于这个有自己的话 我们可以改为别的一个登记的一个方式 对于洗澡拍照打卡 有些家长也乐意接受 但也有部分家长表示担心 同时原方也表示 洗澡打卡有欠考虑 可以在一切遵学孩子和家长自由的情况下 开展活动 对于洗澡拍照打卡这样的事呢 儿童教育专家表示说 对于一些缺乏安全感的孩子来讲 他们会感到焦虑和紧张 竟然是产生最原始的羞耻感 同时呢 专家也表示 在接到老师的任务或者安排的时候呢 可以根据孩子的实际情况 有选择的去接受 而不是盲目的照做 好了 今天大周末 我们说点开心的 周末生活秀 继续来看咱们普通人的幸福生活 首先来看观众林二亚发来的图片 他说铁弹 出生的时候51厘米 现在13岁 长到1米72了 从6岁开始 一家三口每年都自驾游 去不同的城市 希望儿子的成长道路能够多姿多彩 陪伴就是最长期的告白 最简单的幸福 希望大铁袋健康快乐的成长 孩子名字太可爱了 大铁袋 飘雨的初夏 淮仁县老周家 这一大家子人 在老屋前 只起了三口大锅 铁锅炖鱼 大骨的炖酸菜 回一勺肉 然后呢 再伴随着清清爽爽的 拌这个野山菜 兄弟姐妹们 大伙在一起欢聚一堂 回忆着这几十年前的 同趣往事 诉说着生活的酸甜苦辣 心情在笑谈中加声 歌声在细语中回答 真是美好的一面 观众梦如说 小的时候啊 梦想着未来给父母买个大房子 不用再租房子 住那十多平米的小屋了 去年用不多的积蓄呢 给父母买了个小单式 和梦想虽然说还是有些差距的 但是父母仍然非常的开心 父母呢或许说给不了我们出海的船 但是却送给我们华翔的奖 在这里他表示 要感恩父母 平反而伟大 观众水孩 他说 昨天孩子因为写作业脱了 被妈妈严厉批评了 孩子偷偷给妈妈写了首诗 亲爱的妈妈不要生气 读过之后呢 感慨良多呀 在孩子眼中 我们始终是满分妈妈 其实却未必经过的 真是非常有爱心的一家人 相信这孩子将来肯定不会错的 照片定格精彩瞬间 视频记录日常幸福 欢迎大家来参与我们的周末生活秀 可以写下自己想说的祝福的话 或者是对人生对生活的一些感悟 新老照片都可以发给我们 方式非常简单 关注我们辽宁卫视第一时间 微信公众号 然后发送生活秀 加上图片 还有想说的话 也可以把这些内容呢 发送到我们的电子信箱 我们都可以期待您的参与 是的 我们欢迎大家 接下来呢 进入温故知心 说谷论金 每到春夏之交 百花盛开 田野里一片岔子烟红 可谓是群芳斗艳 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呢 我们曾提到过一本书 清康星年间 以汪浩为首的几位文官大臣 改编了一部草木学的剧著 名叫广群芳谱 广群芳谱有这样的一段记载 蔷薇花月月月开放 故有称月极花 因其四时不绝 亦称作长春花 今天的温故知心啊 我们就来为大家说一说 这飘香千年的 蔷薇的故事 在唐代呢 有一位名气很大的文学家 叫裴杜 他不仅呢 做过大官 而且在文学方面 也造一颇深 与大唐的这些文人雅士啊 来往密切 据说呢 裴杜晚年的时候啊 很会享受生活 以文会友 以酒助兴 在郊外呢 建起别墅 植花木万株 昼夜相欢 不问世事 传说呢 在裴杜的花园里啊 就种植着许多的薔薇 在一次聚会上啊 裴杜邀 有人 共赏薔薔 然后呢 请大家以这个薔薇为题 一人一句 做一首连句诗 于是呢 诗是这样写的 四锦如霞色 连春皆下开 波红分影路 风好带相来 刚才提到的连句诗呢 这第一句啊 是唐代大诗人 刘雨昕写的 四锦如霞色 连春皆下开 这一句呢 是夸赞呢 薔薇花 花色鲜红 从春开到夏 繁花四锦 娇艳不败 那由此可见呢 薔薇薯的花卉啊 很早以来就受到了中国古人的喜爱 并且呢 培育出了很多的原艺品种 古人呢 还给它赋予了很多 富有诗意 欲吉祥的品种名 比如叫个什么 汉宫春色呀 春水绿波呀 等等 那有研究者认为呢 在今天中国西南部的山野中啊 生长的野生 巨花薔薇是现代香水月季品种的重要原始类型 中国古人呢 很早就开始栽培这种野生的蔷薇薯植物 并且培育出了中国古代最早的芳香月季品种 北宋时期的著名文学家宋奇 就是以洪杏之头春一闹而得名的那个洪杏尚书的那位诗人 他在呢 宜州方物记里 明确记载了产于蜀地的月季花 他说 此花即东方所谓四季花者 翠万红花 蜀少双雪 此花得中岁 十二月折一开 花更四时 月一批锈 寒蜀不收 四顾长手 后来呢 源自中国的一些月季花品种呢 在大约十六世纪前后 传入到了欧洲 并受到了西方园艺师的青睐 经过多年的杂交 培育 逐渐形成了四季开花的现代月季花的品种 接下来呢 家里有老人的朋友注意了啊 我们要关注一个针对老年朋友的诈骗 说花五万九千块钱 打一针所谓的干细胞 就可以包治百病了 这事您听说过吗 或者说您信吗 最近江苏检察机关 批捕了这样一个专门针对老年人进行诈骗的团伙 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 已经有五百多位老年人上当受骗 涉及北京 上海 南京等九个地方 涉案总金额高达三千多万元 2018年三四月间 长期从事保健品行业的嫌疑人 王某等人偶然发现 无锡某生命科技公司 正在生产所谓干细胞和免疫细胞保健产品 于是他们与该公司签订了合作协议 由无锡的这家公司负责培育干细胞和免疫细胞 而王某等人则负责挑选客户进行销售 一线的销售员对这些老年人进行筛选 他们主要筛选经济条件好的 长期跟子女不在一起居住的 而且自身长期有慢性疾病 而且没有受过保健品诈骗的这些老年人 进行免费的旅游 我也有带他们到无锡去 免费旅游 免费食宿 参观考察 就这样 老年人们被带进了精心准备好的圈套内 在无锡的这家公司 老人们被安排参观各种高大上的仪器设备 还有讲师现场进行鼓动性介绍 在老年人产生信任之后 这家诈骗公司在安排一些人员 谎称这个是专业的教授 或者说是研究主任等专业的人员 对老年人进行相关的讲座 那么在讲座的过程中 谎称他们研制的免疫细胞和干细胞 可以包治百病 治疗老年人的各种疾病 王某等人宣称 细胞产品使用后 癌细胞可以10年内不转移不扩散 危重病患者可以多活5到10年 而且对糖尿病 帕金森 高血压 老年痴呆 肝病都有良好效果 这样的宣传让许多老人信以为真 从2018年34月间到今年1月 以王某等人为首的犯罪团伙 打着高科技的旗号 以59,000元一针对外销售注射 所谓的干细胞免疫细胞保健品 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 已有500多名老年人上当受骗 涉及北京 上海 南京等酒地 涉案总金额高达3000多万元 今年4月 犯罪嫌疑人王某 陈某等16人 被公安机关抓获 目前检察机关 以涉嫌诈骗罪 对王某 陈某等16人批准逮捕 在这起号称 干细胞疗法的诈骗案件当中 这骗子先是从无锡的一家公司 购进了所谓的干细胞和免疫细胞 然后再与一些小型的民营机构 医疗机构联手 以天价为老人注射 而实际上 这个天价干细胞 并没有经过科学的论证 根据我们的调查 目前魏纪委 还有无锡的这家公司的工作人员 给我们的反馈是 目前细胞治疗 尚处于临床之前的试验阶段和研究阶段 并没有用于临床的直接治疗 而且呢 无锡的这家公司的工作人员称 他们培养出来的细胞呢 目前并没有经过科学的论证 经查 实际上王某等人购入的干细胞 每针价格为1万元 而销售给老年人的价格则是5万9千元一针 但无锡的这家科技公司只负责生产产品 为了寻找注射地点 王某等人又动起了心思 陈某王某他们就去谈到 他们先是就是找医院 然后一般大医院可能都不怎么采 他觉得不违规 然后他们就找到那些小医院 那个小医院呢 就是因为生意不好 他为了扩大自己的利润 然后就跟他就开始商谈这件事情 就这样王某等人与一些小型的民营医疗机构勾结到一起 那最后他们谈下来就是加上血液检测的费用 和那个细胞回数的费用 一共是大概是980块钱一次 有260块钱是打到他们医院的这个公共账户上 那剩下的钱就是由医院的跟他们的这个商谈人 就是私下的评分掉了 目前对于涉嫌违规注射的小型民营医院 以及无锡的这家生产干细胞免疫细胞保健品的厂家 有关部门正在调查中 治病啊千万别听人忽悠也别大意的延误病情 喉咙痛在很多人眼中是非常小的一个毛病 但是广东小懒的黄先生喉咙痛了几天之后呢 连说话和进食都出现了困难 再晚一点的话治疗甚至会有生 再晚一点进行治疗呢 甚至会有生命危险 那么到底是什么病这么严重呢 耳鼻喉咳的医生通过喉静 发现黄先生并不是简单的扁桃体发炎 而是急性会咽炎 经过治疗黄先生病情已经有所好转 可以慢慢说话了 急性会咽炎是耳鼻喉咳的极重症之一 病情进展迅速 会咽完全堵塞窃管后 病人就有可能会窒息 而且会咽在喉咙靠下方 通过喉静才能观察到 不在专科看的话容易漏诊 喉咙痛去看 喉咙好像没有什么发炎啊 这个时候更加高度警惕 特别有喉咙有些异物感 说话都含糊 好像喉咙含糊的一块 塞着阻力这样 会咽炎的病因有几大类 包括细菌感染 过敏 扁桃体等周围气管组织 感染后蔓延到会咽 还有油烫伤 创伤等刺激引起 医生说 借咽酒少吃希腊四季食物 对预防会咽炎有一定帮助 接着来再关注一下科技前沿 说到了飞碟UFO 人们首先想的是 这是科幻影视剧当中才有的外星人的交通工具 不过现在罗马尼亚科学家将飞碟变成了现实 并在近日测试了一款名为全方位飞行器的原型机 罗马尼亚科学家耗时十多年研制成功的全方位飞行器原型 近日进行了第一次试飞 这款飞行器外表酷似科幻电影中外星人驾驶的飞碟 可以在空中任意改变方向和角度飞行 甚至可以头朝下倒着飞 具有超强的灵活性和灵敏度 全方位飞行器的设想最早由罗马尼亚著名空气动力学家 约瑟夫策波苏提出 其实早在2007年策波苏就打造了一款木质模型 但由于缺少资金 策波苏没能继续研究 2013年他把木质模型捐赠给布加勒斯特大学博物馆 策波苏的工程师好友勒斯万萨比 在帮忙运输的过程中询问项目中断的原因 后来在看过木质模型是非后 萨比称赞这是一款具有革命意义的飞行器 萨比接手了飞行器的后续研究工作 终于在2017年设计了这款更理想化的原型 并在2018年日内瓦发明大会上获奖 随着越来越多人的加入 全方位飞行器如今拥有一个研发团队 他们计划未来制造全尺寸飞行器 实现有人驾驶和无人驾驶两种方式 据说全速行驶时 从欧洲飞到美国只需要一小时 以上就是今天的第一时间 感谢各位收看 我是方亮 我是彭博 第一时间明天见 再见 by bwd6 感谢观看